今天呢我打算给我的video制作一个watermark 就像水印一样 我看到Joanna澳洲生活做的比较好 但是我不清楚她是怎么做的 我从网上有那个Juan呢 是自己的法国美食家 她弄了一个围裙也挺好的 我自己就在网上调查了一下 在右下角我打算做一个 今天用Ponto 我一般制作小图呢 是用这两个用inshot和Ponto inshot我是最近才download 一般用的Ponto 所以你看我以前做的都不是很好 inshot做小图好一些 今天呢我就用这个Ponto点开它进去看一下 进来以后呢我们选择 这个 这个照相机 选择plan image 给它改成白颜色 点击颜色 变成白色 点了白色以后点apply 应用 这个size不对 要给它改一下 我刚才看到 因为我传了好几个了 说我的size 这个尺寸不符合 说是应该改成800 800的 我就刚才点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发现网上很多人说的太快 你还得好几次暂停 所以慢慢的说 到了image 它的上面有一个2048 你点击这个2048 然后再点击imagesize 再点击这个形象的尺寸 这个尺寸 为什么不动 我点这个尺寸应该是 点尺寸对 点尺寸以后呢 给它改成800的 800 by 800 宽度长度都是800 我们试验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啊 点击完成 再点击上面的应用 你点这个上传了以后呢 就点use 现在呢 我们就要找我们的 这个尺寸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点击下面的这三个杠 去找我的 add image 加图片 你点击了photo album 就到了我 这是我自己画的那幅画 是我8月23号 存到这里边的 哪个logo呢 你就自己选就行 因为我本来是用大白兔 后来我觉得 那个不是我自己画的 它是自己画的保险 我就点击这个图 把这个图弄进来 它这么一过来以后呢 你还可以下面就是 下面的这些就不同的 不同的风格 我就一般都用原装的 就这个档 完成 之后我们就来到 油管的后台 从这里开始 你点自己的 像channel 这边都一样 dashboard video manager 我在channel的这里边 聚光不打好 这样好了 它在branding 就在这个branding里边 你点一下branding 就出来 branding watermark 我想add watermark 点这个 这个是我第一次弄的 太小了 后来我才去查了一下 这个size是800 800的 choose a new file 我们看一下 这个要cancel 对 没有点cancel不行 点了cancel才可以 点了cancel呢 add a watermark 点这个 choose a new file 不让我选了 在这 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他说 for best results use transparency and just one color 建议你只用一种颜色 我好像颜色太多了 choose a file 选择 点了choose a file 我就从photo library 来选 就是刚才我们 再点photo library photo library进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制作的这个 再点moments 点了moments呢 就点 你看我都制作了好几个了 尺寸都不对 这位最后制作的这个 看一下 这个还可以 因为我前几个他一点 他上面就说你 image size too big 太大了不行 然后点save 好了这样就上传成功了 上传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save 要uploaded watermark 就是这样 嗯还行 到这边来呢 他就问你说 um display time 是什么时候开始 让大家能看到你的watermark呢 你这就可以自己选一个时间 从五秒开始 也可以特定的时间段 我点一下这个下拉按钮 这边就是 um entire video 整个video里都有 然后update 就可以了 废了半天是 我去检查了一下 原来呢 他就是这个水印 在这里出现了 我不想让他在这里出现 我想让他在这个 嗯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这个watermark 哦闹了半天是在这里 嗯 失败 不算很成功 等着我再去调查吧 让他怎么跑到这上面来 嗯 给他变成这样子的 变大一些 size变大 然后 add test 这不太大了 你看墨迹不墨迹 就这么一点东西 整了半天没弄好 你这真是 嗯 慢慢摸索 save 希望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但我看我video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 看不清楚 还带着方大镜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找到了 就在这下面这么一点点 我想换个位置 他不清楚怎么换 我为什么说制作的这个Watermark 一点也不好呢 你像这样子的时候 你要这个iPad这么大 你给它变成缩小图的时候 它根本就看不到 你什么时候把它变成这么大的 全屏 给它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哦 也没看到 还得播放 上哪了 你看这个时候 它才能出现在下面 就只要一缩小 一点暂停什么 它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想以后让它出现在 我影片的这个上面 专业 专业的 ok 不要继续学习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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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